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次我用了一些腩胃 這塊很漂亮 豬腩胃 這個皮很硬 所以用來做咕嚕肉 就不像一般的口感 所以我平常用來 我一定要留著它 這塊是最好吃的 那要不要醃 醃呢 醃呢 我們最基本 可能是鹽 糖 我會加一點五香粉 但這個切法 有什麼特別講究的呢 其實沒有 切一塊一塊 適合咬下去的口感就可以了 平時咕嚕肉 是豬腩胃的嗎 其實有些會用豬下青 有些會用梅頭 也有用五巴腩 大家吃下去的口感也會有些不同 切一粒粒 切一粒粒 大塊一點 我以前看電影 咕嚕肉 有個冰鎮咕嚕肉 是 真的有這件事嗎 有的 在咕嚕肉下面放冰 是啊 不是的 我看電影是冰包著咕嚕肉 不是 那個應該是漿包著咕嚕肉 冰沒有理由包著咕嚕肉 真的 難道電影騙了我這麼多年 冰鎮咕嚕肉 你要用另一個漿 它的漿是比較短的 沒有那麼快遮瑕的 咕嚕下去是稍微硬一點 對, 硬一點 還有那個醬汁 糖分要重一點 我們只推到豬 都結結了 包雷 因為它多餘的水分 我們已經收了 剩下的就是糖分 所以一包下去的時候 遇到空氣 就會很脆的感覺 所以就算有冰有水的狀態 也不會影響到咕嚕肉 明白 好, 切了豬 我們放一點蛋黃 今天我和我過往做的 會有一點點不同 過往我們是蛋和生粉 拿一拿去炸 做回舊式一點 比較脆一點 今天我就會放蛋白漿去炸 蛋白漿 對 它就比起我們以前上的生粉 可能硬度沒那麼高 但一樣保留到脆厚 還有漿會薄一點 我們可以放一點鹽 糖 還有五香粉 拌勻 所以平時吃的咕嚕肉 也是有五香粉在裡面嗎 一點放一點不放 這樣放了當然會比較香 現在要少放一點生粉 是 我以前 因為我讀過酒店的管理 是 我記得在我中學的時候 我們就有機會去不同的酒店 或者是廚藝學院 因為我是很多不同的部門 都要去知道它是怎樣去做 安食 是, 然後我去了一個酒店 但也是有食物和飲食的學校 他們說咕嚕肉是 考試一定要考的 是 是 有沒有說為什麼 是 可能我沒有留心聽說 我忘記了 因為這個好的咕嚕肉 是我們做到一定要脆的效果 而且你吃到醬汁要包起來 是 而那些醬汁不會多到 在那碟裡 這個是最基本的 很考功夫 是 我們現在拌勻了 這個就是剛剛 蛋白漿 蛋白漿 其實就是蛋白 水 油 麵粉 和生粉 混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它好像很酷 對 這個也是很高溫的 這樣下的嗎 這個大約現在是140度 好 因為我要預計下 它會降油溫 是 所以我們下的時候 這個速度也要均速一點 如果不然就會影響炸出來的口感 去到後面的油溫降了 變色就可能沒那麼厲害了 這個時候就要開大一點火 好的 那是不是所有炸的東西 都要炸完一陣 鋪一鋪 然後再放下去翻炸 這個有看開外面的節目 唱的節目是嗎 不是 我以前在學校做蝦多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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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 我記得它是要炸完之後 然後再放下去翻炸 就是會脆一點 是 這個是真的 在我們的理解裡面 因為炸東西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一次過炸到它 夠散 是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肉 我們一邊炸它 外面會乾 所以我們炸到差不多 我們拿出來的時候 其實它有熱力 會燒到它心裡 是 有熱力燒到它心裡 它裡面的纖維 就會將水分和油分會逼出來 變成你本身炸下去的東西 變成脆 脆變成不脆 因為它有水返出來 所以我們拿出來 再燒高油溫再炸的時候 就是將它溢出來的水分油分 再炸它 那就確保一定脆 看到它現在是包得很陷 是 這個是蛋白的特性 就是把它整個包著 有一點點氣泡 所以咬下去是有些不同的口感 熟 好,這個時候 我們先擠起來 因為我們燒的油不多 我們要再炸 這裡其實我們還沒有熟熟 到七成左右 但是就是把魚溫熟到裡面熟 待會我們也做一次翻炸的效果 好 這個時候你看到熱了 這個油很熱 翻炸 翻炸了 翻炸又要多久 翻炸很快 大約三十多秒 把魚溫都放進去 把魚溫都放進去 把多餘的水分和油分 放出來 炸脆的皮 二次炸只是適合煮汁的地方 是 如果我們本身吃脆口的東西 就不需要二次炸 因為我們上了粉 上了醬 第二次炸的時候 它是特別硬的 對 就不太脆 比剛才又更黃 對 一茶匙的油 一茶匙 很厲害 我還會用一個茶匙 我還會用一個茶匙 可以加這麼少油嗎 對 很少 這個時候我們炒一下 它就不會有草青的味道 好 放一點鹽 是 少許 正所謂百味之鮮在於鹽 好 學到東西 對, 你看我們煮東西 不加味精雞粉 就是因為懂得用鹽 這個黑醋 先聞一下 有酒味 酸 很厲害 好的 對, 這個是黑醋 放了一些花雕 對 再放了一些糖 所以這個味道很特別不同 然後你們可以試一下 嗯 我想問這個醋 是什麼名堂的醋 可不可以用外國洋人的黑醋 還是一定要用中式鎮光醋 對, 沒錯 我們是用中式的黑醋 我知道因為洋人的黑醋 是比較稠 對 稠一點 吃沙律 對, 味道會有一點點出入 這個就是有一個很不同的酒香 嗯 現在調到這個荷道 好像這個狀態 我們叫流離 哦 那你要掛到 玻璃獻 掛的意思是嗎 給玻璃獻 再緊一點 掛到就是 我們不會像水一樣 一倒就倒了 有一點流離的感覺 看來火候很重要 對 好, 這個時候 可以拋鱗嗎 不拋鱗也可以 如果你想試試 可以讓你試試 想試試嗎 好 好, 讓你試試 好 那我們先煮一半 好 好 記得汁 我們可以煮多一點 但是千萬不要拌勻 這個關鍵性 就是說我們包著肉 是 所以如果真的不夠汁的情況 可以包到 很重要 好, 不難 對 好, 你試試 好嗎 來吧 來吧, 試試 好 好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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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你示範一次 很厲害 不要拔勻 很厲害 厲害 說兩種 先包好了 對 我打算讓你試試 不然你不介意它不燥 可以玩得多數 我介意 我很介意 這個時候我們拌勻了 你看到就是 最重要的狀態 是有少少掛檔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上碟了 好 看看是否脆 看到了嗎? 好吃 嗦嗦聲 對 你們覺得這個醋怎麼樣? 加上香蕉, 很好吃 這個醬汁雖然不是傳統的糖醋汁 但是這個黑醋也是有新鮮感 而且吃下去跟咕嚕的感覺 仍然在這裡 是的 這是保留我們原始的酸甜的吃法 但吃下去有一種很不同的感覺 最重要是脆 咕嚕經常都軟了 對, 這種酥脆 跟平時吃的咕嚕很不同 很棒 香 要記住這個蛋白漿 下次如果我想要回教學時 春哥要用蛋白漿做, 各位, 怎麼辦 沒有吃了 還有, 我們等一下… 我吃了嗎 沒事的… 可以的 既然這樣的話 我們今集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今集節目時間就這麼多了 你們知道我們要繼續吃了 再見… 我們下集節目時間… 因為大家要 stret 我們下集節目時 再見了 會不會 有 我認識你 在這裡 我們下集節目時 我們下集節目時